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声安抚就会乖乖张开手要抱的小孩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我问司机 大哥 你有没有伞啊 我下来的时候还没下雨 你有的话算我买得行吗 前面的司机摆摆手 我没有嘞 小姑娘要不然我带你顺路去前面的小超市 你去买一把吧 我拒绝道 不了 不了 谢谢大爷 不然该迟到了 秦也又要发火 高声的喝彩从包厢里传来 老大 你那小田狗呢 怎么还不来 肯定在路上啊 老大发话他怎么赶不来啊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众人都在起哄般笑闹着 我就是这个时候 推门而入的 哎哟 小田狗来了呀 那些人反应过来 纷纷调笑道 而他们纷纷围住的秦也 正在低头帮一个女孩 把他手里的耳环细细戴上 唯一一束洁白的光 打在秦也和那位女生身上 如同童话般的公主与王子 男主与女主般耀眼 明朗俊俏的五官 放在秦也身上 却带有一丝脾气 狭长的凤眼 在灯光下温柔而眷恋 而公主精致美艳的五官 却温温柔柔的敏唇笑着 一双水灵灵的路眼 认真的看着秦也 而对比起 我刚淋雨过来 就略有些狼狈 头发丝黏黏腻腻地 粘在我额头上 我稍有些局促 过了好一会 秦也才把耳环戴好 他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中的戏血 似乎要把我 定在耻辱柱上 他一把揽过身边的女孩 走到我面前对我笑道 这是你新主人 以后怎么对我 就怎么对他 听明白了吗 我有些亚裔抬头 对上秦也眼底的嘲讽 他以前从未说过这种话 我又转头看那位女孩 刚好对上他探究的目光 突然眼前白光一闪 又很快回过神来 系统系统 他真的是 秦也好感度最高的人吗 怎么这么狼狈 是的 他是秦也的最高好感人物 目前秦也并未看清自我心态 但对他的好感 依旧达到了80% 我愕然 目光不顺地盯着眼前 这位面容娇好的女孩 甚至忘了反应 而秦也看我一直没有反应 顺手拿了杯红酒 从我头顶倒下 冷意彻骨 冻得我浑身一机灵 没反应 你临傻了吗 我对上秦也的目光又是一颤 哦 众人看我们这边气氛僵持 有几个开始打圆场 哎 秦也 算了 算了 就是 一个乡下姑娘 没必要跟他计较 秦也直接摔了杯子 冲发声员冷声道 关你们什么事 众人纷纷闭嘴 而那位女孩终于笑着开口 哎呀 秦哥哥 你的好意我领了 但是我真的不缺仆人 你要是真想送我东西 还不如给点实际的呢 比如 他挑挑眉 嗯 不然你亲我一下 秦也直接旁若无人地亲了上去 眼看着他俩亲得开始胶着 我有些无语 他俩是叫我来围观他们 当场发情吗 啊 不是 他俩这么自然吗 而这时我又听到之前奇怪的声音 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是否要抹杀秦也最高好感度人物 若是秦也最高好感人物变成我了 会抹杀吗 不会的 那将会抹杀第二好感人物 好 抹杀吧 好的 抹杀开始 我 不是 那东西好像刚才说的最高好感人物是我吧 啊 我脑袋有一瞬间如同尖锥般筒进 浑身每一处神经都要被炸裂一般 眼前一阵发白 错误 错误 系统出现错误 自动检修中 我一瞬间瘫倒在地 而那个女孩也终于停止跟秦也的亲吻 在心里焦急的呼唤系统 身边的人被我吓了一跳 秦也皱眉朝我这边走来 我在地上缓了好一会才一时回笼 秦也的眼神中好像有一丝慌乱 在跟谁打着电话 对赶紧来他一下就看到我要爬起来 赶紧走过来 冷着张脸 你没事吧 我用力自己站了起来 期间他要扶我都被我狠狠打了回去 终于他忍不住了 冲我吼道 你发什么疯 我爬起来 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扇在了那张好看的脸上 要不是你妈给的太多 谁陪你这不知廉耻的狗东西 变故来得太快 一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看着自己的手 沉默了一会 既然 打都打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 又再次冲上去 往他另外一边 又扇了一耳光 这一巴掌喂我 一巴掌就当替你妈教育你了 不用太谢谢我 趁着众人无比震惊 我飞快走出了包厢 电梯也恰好在这层停着 在关上电梯门的最后一刻 我看到秦也大步向我走来 他白皙的脸上红色的巴掌印 很是明显 我看着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我将嘴抿出一个温柔的笑 挥挥手 无声做着口行 再见 我知道他很快就会追上我 出了电梯 我看到辆车 便开门直接坐了进去 抬眸撞向一双漆黑的眸子 那是一双勾人的桃花眼 他微微挑挑眉 丝毫不掩饰打亮的眼神 等着我开口 我被他的眼帽挣了片刻 开口问道 你好 贸然上车不好意思 我实在有些急事 拜托能不能送到某某小区 到了我可以给你五千档报酬的 他低下眼 长长的睫毛落下一片阴影 不可以 他说着 撑住脑袋微微歪头 笑容灿烂 却笑意不达眼底 我咬了咬下唇 那一万呢 他壮若思考 随后微微笑着 手指窗外 如果不是我眼拙的话 那些人应该是要来追你的吧 而且他们好像比你有钱吧 我顺着他修长白皙的手指看过去 果然看到了脸黑成锅底的琴也 以及他后面一片乌泱泱的人 我了然 转过头去 可是他已经把我们算一起了 刚说完琴也就已经到了车外边 他眯着眼吃笑了声 我说呢 原来是有心欢了 你也打算舔他吗 啊 不是 白玉你是不是见得慌 他撑在车上的手微微发抖 眼睛有些红 我给你三秒给我滚下来 我就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听着他序章声势的话 不禁有些想笑 认认真真看了眼 可以说是我养大的小孩 来 短短一个字琴也仿佛被激怒了 他用力一拳打在车盖上 然后点头 你可以 白玉你好样的 你不下来是吧 我TM现在就把你小情人车砸了 说着他转头叫了一群人 那些人下手丝毫不手软 捡起旁边的石块砖板就往车上砸 期间还有个人往车上涂了口口水 大声嚷嚷着 白玉啊白玉 你做什么妖呢 你以为你玩这出 琴哥就会注意你关心你了 现在惹琴哥生气了吧 真是长得丑丸的话 我丝毫没有被这些人的暴动影响 淡定地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顺便给坐在驾驶位淡定看戏的人抛了一个我就说吧的眼神 警察叔叔来得很快 本来在电话里还以调解为主 但到了现场看到了破破烂烂的车子 当场直接把砸车的那些人全部抓了起来 我不服 警察叔叔转头回来看我 你有什么不服 我用手指了 站在一边故意不看我的秦也 凭什么他不用抓起来 秦也猛一下转过头来 暴毙冷笑道 凭什么抓我 我动了你乡好的车吗 你指使的 你还恐吓我 警察一听 眼睛就眯了起来 转过头去 严肃盯着秦也 秦也摆着死人脸 证据呢 我拍一下掏出手机 当着警察叔叔的面 播放了从秦也追过来 到指使那些人砸车的全过程视频 秦也顶了顶牙齿 咬牙切齿地说 可以 白玉 你这次真的惹到我了 警察叔叔 你看他现在还在威胁恐吓我 本来看完视频 就打算连秦也一起带走的警察 听了这话 神情严肃猛一下把秦也控制起来 押回了警车 看着呼拉拉走远的警车 我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站在旁边一直看戏的男人 微笑着开口 你好 我叫白玉 刚才谢谢你了 林烨 谢什么 我愣了愣 想了会 很认真的开口 谢谢你没开口 和那个人狼狈为奸 他轻轻笑了一下 如春雪融化成谷谷细水 让人心神荡漾 他也很认真的说 希望你下次遇到这种人 我还能在 我很清楚秦也抓进去 可能不过几分钟他就能出来 所以跟林烨匆匆交换了微信 就离开了 坐在车上 我开始整理刚才收集到的东西 然后拨通了那个电话 秦夫人 方便聊聊吗 秦母来得很快 她风尘仆仆 拿着一个爱马仕包包 推到我面前 面带歉意 不好意思啊 郁郁 秦也干的事我都听说了 那臭小子 真是苦了你了 她话风又一转 郁郁啊 你知道的 她自从那件事后就 真的不好意思 还是要多多麻烦你担待担待 我从容不迫地喝了口咖啡 把手机推了过去 刚刚剪在一起的秦也混账话 明明惶惶摆在她面前 她听了会 脸逐渐有些不好看 听到一半她就关了手机 拉过我的手 语重心肠 郁郁啊 秦也她就是一时糊涂 她肯定是被那个女孩子勾引了 真是现在的小姑娘啊 我缓缓抽出自己的手 又盖在她的手掌上 冷笑道 阿姨啊 我记得当年 好像说了 我就陪她十年吧 这多出来的时间 都是你来拜托我的 可我好像记得 我说过 秦也要是犯了一些原则性问题 我会走的吧 秦母被我的强势噎了一下 还是不死心道 郁郁啊 这些年虽然你受委屈了 可是 可是这钱也没亏待你啊 是不是 真的没有余地了吗 你知道我的 我就想你给她当儿媳 其他人我都看不上的 我笑了笑 阿姨 很感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 这是婉拒 秦母也听出来了 她拉着我的手 低垂着眼看了很久 还是叹了口气 郁郁啊 这么多年 是我们秦也对不起你 阿姨实在喜欢你得紧 这样 以后你遇到什么事 来找阿姨 阿姨能帮 肯定帮你 说着 她还拿着一张卡 往我手上塞 这是秦也欠的 我就替那混蛋给你了 我笑颜咪咪 谢谢阿姨 我就笑那了 过了秦母这关 我也没必要担心什么了 秦也再怎么能闹 她也终究羽翼未封 我就不信 秦母的手腕 还能扳不过她 不过我也没想到 这么快 就会和秦也再次碰面 我本来打算下楼去赴某个人的约 没想到刚下楼就看到秦也在楼下靠着车 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短短几天没见 烟雾缭绕下她的面容 有些许憔悴 下巴上长出了些胡茶 我内心不由的感慨 多好一阳光小伙子 非要走阴谋风格 正当我捂着鼻子打算路过时 她本来神情奄奄 看到我瞬间皱起了眉 开口有夹不住的怒火 白玉 你穿这么骚 又打算出去勾引谁啊 她一把把烟按在车上熄灭 我看着好好的车 瞬间多了个黑点 不禁有点心疼 她看我没什么反应 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说啊 难怪你这么快就把我抛弃了 原来是找到大腿了呀 她说着还有一丝怨念 手上力气又加重了几分 我疼得皱起了眉头 冷声道 放开 她被我的冷色一震 却还是没有放开我的手 反而力道又加重了 这回我感觉我的骨头 都要被她捏断了 我不禁有些烦躁 狠狠一下甩开了她的手 我说 放开你没听到吗 秦也你是不是拎不清 自己是谁啊 我怎样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妈难道没跟你说 我为什么接近你 说到这 我眼底尽是讽刺 暴毙轻飘飘看着她 她不知道该震惊我对她的怒火 还是震惊于我的尖酸讽刺 眼底尽是一片不可置信 南南道 不可能 你那么爱我 怎么可能 我不信 对 我不信 我看着她壮若困兽 无嘴愉悦地笑了起来 覆到她耳边轻轻地说 现在看来 尊贵的秦少爷 是您 离不开我呢 谁爱谁 你还没看清楚吗 说着我笑得温柔 如以前一般 轻轻地卷了卷她的头发 然后猛一下变了脸色 面无表情拎着爱马仕 脚踩高跟 一步步远去 至于秦也 在原地会不会再次发病 关我什么事 我现在可要开始快乐地约会了呢 和林烨吃饭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尴尬 她吃得很绅士 时不时也会说几句 缓和气氛 比起之前和秦也面对面 她全程一副欠我八个一脸 已经是无与伦比的存在了 手握红酒杯 细腻清香的红酒缓缓入口 有些苦涩 我轻笑了一声 这红酒味道不错 嗯 在这里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家的西餐了 味道还可以 我扬了扬杯子 在这里 林先生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她轻轻瞥了我一眼 随后温柔地笑了起来 白小姐不应该都打探清楚了吗 嗯 我哑然失笑她的直白 索性摊开了说 是的 说来有些冒犯 我想您回来 应该也是想要打开这边市场的吧 这样的话 说不定我们可以合作 她抿了一口红酒 许久没有出声 我也静静等着她的答案 她意味不明 这红酒味道其实能品出其中细腻的少之又少 可不知怎地 在中国风靡得很 你说 为什么 其实并不是因为红酒本身 而正是因为帮助红酒打开市场的人 不是吗 林先生 您需要一个为您造势的人 对吗 她用手支着头 眉眼弯弯 微微歪头 可是我为什么要选你呢 我从容不迫又抿了一口红酒 林先生 你知道的 红酒的品种并不算少 她眯起了眼 你在威胁我 不 我这是让林先生意识到 我们的地位是相同的 甚至某刻 我的话语权要比你高 后面我这句话并没有说出来 相信林烨是个聪明人 我又放软了态度 你知道的 你要进军者的话 最大的对手是秦家 但我有办法让秦家不仅不针对你 还可以和你达成合作 她有些不快 我在国外的地位可不比秦家差 我连忙笑嘻嘻说好话 是 是 是 我知道林先生很厉害的 那强龙不压地头蛇吗 林先生要是想在这站稳脚跟 如果少了秦家的针对 应该会轻松很多的 她边看我边择了一声 懒懒地伸出手 合作愉快 我笑眯眯地拉住她的手 合作愉快 我开车驶向了公司 路上暖暖的风顺着窗子吹进 这个公司也是秦母为了让我绑在秦也身边的筹码之一 她认为只是一个小公司而已 送给我来换取我待在秦也身边 控制病情带来的价值要高得多 如今这小公司倒也发挥了大作用 我省去了功夫再去注册 站住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是我们员工吗 就往里闯 我被前台叫住 我看着她遗址气扬的样子 有些不愿 她鼻子冲天 用三百眼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哟 穿这么花里胡哨的 不会是来勾引我们老板的吧 赶紧走开啊 一股未真实 说着她还故意捂起鼻子 扇了扇面前的空气 我懒得跟这种人浪费口水 想着等会就把这种人开了 抬脚就打算走 我叫你不准进去 你没听见了吗 她尖锐的嗓音直冲我脑门 用手狠狠拽着我的手腕 长长的指甲尖锐地戳着我的皮肤 抓得我生疼 我皱紧眉头甩了好几次都没甩开她的手 她愈发嚣张 大声嚷嚷 抓小三啊 她就是不要脸的小三 想勾引我们老板 保安 保安 我被她的一番话雷到了 抬手就往她脸上扇了一巴掌 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 我就是老板 谁是老板 你还分不清吗 她随即爆发了更大的坚明声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说着她就尖叫地冲上来 而我因为被保安控住了手脚 一时不备 被她连扇了好几个巴掌 我的头皮一片一片跳着疼 头发也被她抓下来挤大把 我气得眼睛发红 一下子用力挣开两个保安的束缚 猛一下把那女的掀翻 她的后脑勺狠狠杂地出一声框的声音 她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我一下骑在身上 我脸丝带拽 撕掉了她头上的一大片头发 脸带用拳头狠狠杂在了她的脸上 很快她的脸上就肿了起来 鼻子也开始往外冒血 眼看着那群保安又要冲上来控制我 我一把打开了手机 把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指给他们看 老娘PM就叫白玉 众人一时间都愣住了 好几个人去看了挂在公司墙上的营业执照 都纷纷点头 保安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站在旁边顿时不敢作声 我冷笑了声 好看戏吗 没看到这女人殴打老板吗 嗯 保安顿时抖了抖 吓得脸色发白 是 是 是 我们现在就拖走她 他们一人抬一只 把她抬了起来 而那女人还在一边咳嗽 一边咒骂我 我冷笑 扯过旁边一个人 等会来我办公室 把刚才那人有关资料 全给我拿来 随后按了电梯 就直上办公室 随手撩了一下头发 头发打结 卡得生疼 我上了办公室 就拿剪刀咔嚓咔嚓全剪了 剪成一个利落的短发 上来的人大惊失色 白小姐 怎么突然 剪了 我神情有些不耐 用手敲敲桌子 把资料放着 你可以走了 这种人能当上前台 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 前台可是直接代表一个公司的形象 我翻开了资料一点点看 学历 高中因为霸凌同学被学校劝退 形象 染发 长眉甲 廉价香水味 素质 面对一个陌生人出言不逊 如若是大老板 应该已经被他骂跑了 难怪我上手公司明明做出了相关规律条例 公司却还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要知道秦家事业有段时间秦也懒得处理 都是我帮忙带领一些事物 也算小赚一笔 原来是有老鼠屎坏汤 它不过是磕飘在汤上的小老鼠屎而已 真正拉屎的还在后面 我皱眉翻完了他的资料 随后又找到了刚才的员工 这人是谁塞进来的 他有些不自在我的直接 低着头好久没有说话 我也很耐心地等他的答案 不过手指一直在桌上有规律地敲打 他嘴唇如动了几下 白小姐 我 我在中间不好坐的 我双手交叉 支撑着下巴 你在忧虑什么 我都知道的 然后又走过去 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只要你说出来 我的私人助理的位置还空着 这个公司 我说了算 他轻轻抖了一下 然后颤抖着声 是 是总经理 而且 而且 我轻轻引导 而且什么 放轻松 没有人能动你的 而且 他还往公司各部门 都多少塞了点人 还不把您的话放心上 嗯哼 还有呢 他还说 还说 还说您就是一个花瓶而已 真正掌握公司的人是他 让我们都 都识项点 我笑了 果然 我就知道 没有点老鼠在背地拉时 我这好好的粥 怎么可能坏 我把他愣在座位上 给他递了杯水 以后你就是我私人助理了 好好干 好好学 以后我们公司 可是要超过秦家的 他手握杯子的手 微微颤抖 没有应声 我笑了笑 做我的助理 野心要大点 接受能力 也要强点 他无声点了点头 我很快就见到了 那个所谓权力滔天的总经理 在会议上 他总是用一种 我很不舒服的眼神 看我 肥硕的身子 走一步 脸上的横肉抖三下 我笑眯眯地 跟各部门宣布 众所周知 我现在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部门经理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继续笑着说 之前是我不对 太忙了 所以导致只能把一些条文 条例线上发给你们 随即我又换了一副可惜表情 看来你们好像并没有多重视 这样吧 我再次把这些条文条例强调一遍 这次我不希望 有人再次犯这些错误 可以吗 众人嘻嘻拉拉 应了几声 只有坐在我对面的总经理 一脸猥琐看着我 我忍住反胃 笑眯眯地盯了回去 然后突然对人事部经理发难 昨天的事 大家都听说了吧 我希望人事部 能给我个解释 他陡然仗红了脸 又不能直接把总经理供出去 只好憋着不说话 而我也还是笑眯眯盯着他 气氛一时陷入了僵持 总经理笑呵呵地打圆场 小白啊 你刚回来 火气不要那么重吗 都是年轻人 前台他也是一时糊涂说错了话 我直直看着他 据我所知 那个前台好像是总经理您的亲戚吧 他一时变了脸色 又很快扯过话题 小白啊 听说你之前一直都围着我那小折转 怎么就突然来公司了 前台那小姑娘也是不知道 所以 我一时懂了什么 挑眉道 总经理是秦也的叔叔 他笑着应下 这是打算拿秦也压我了 我笑得温柔 眼看他表情放松 以为拿捏我时 我又瞬间变了脸色 猛一下拍了桌子 在公司开会 怎能谈儿女情长这种私事 总经理 我念您年纪大了 给了您一次机会 没想到您还搬出秦也想压我 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人事不经理 我给你一天把走后门的毒瘤 统统给我拔了 不然 你也跟那前台一起走人 散会 根本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我拿着文件就走 我轻轻捏着秦母 给的邀请函 转了个边 秦爷爷的巴士大寿 秦家人都会去吧 我开车指使至地点 刚到门口就看到一场好戏 几个熟人站在门口对峙 上次的女孩站在旁边 唯唯曲曲 泪眼朦胧 穿着一身白裙子 如同一朵摇曳的小花 而秦姨正面路不善地看着她 旁边秦小小还在讽刺她 不是我说你 怎么有脸的呀 这可是我爷爷的巴士大寿 你个小三 是打算气死他老人家吗 他却丝毫不辩解 只是咬着下嘴唇 唯唯曲曲看向秦也 这男主怎么这么窝囊啊 老娘被骂了耶 被你妹骂啊 你居然不帮我 白浪费老子刷了这么多天任务 用积分来这了 宿主 消消气 这个任务对象积分很多的 我仿佛看到她默默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她积分高 谁来啊 这种脑残东西也就女主看得上了 哎 所以女主怎么还不来啊 快来帮我解围啊 又来了 我又听到她的心声了 我轻轻咳了一声 顿时众人的目光都向我看来 秦也目光沉沉 下意识想要向我走来 可是比她更快的是秦小小 她亲密地挽上我的手臂 用毛茸茸地头蹭了蹭我 嫂子 你怎么才来啊 你看我哥好过分 她居然带着小三来爷爷的大手 我的笑容变淡了些 轻轻挣开了她的手 小小 我现在不是你嫂子了 她笑容正了正 但又很快恢复笑容 白姐姐 你终于想开了 没事 虽然我哥是个渣男 但你还有我呀 你永远是我姐姐 秦也暗自紧握拳头 眼眶发红 却还是愣愣 待在原地没动 她有些咬牙切齿 秦小小 你是不是皮痒了 啊 啊 啊 白姐姐坏蛋要打我了 快保护我 她快速跑到我的后面 可怜兮兮的拉着我的衣服 而旁边还不断有声音传入我耳朵 系统啊 为什么人生如此不公 呜呜呜 不是说大家都讨厌女主吗 这是都讨厌我吧 呜呜呜 宿主别哭 别哭 宿主加油 呜呜呜 我就哭 呜呜呜呜 我忍不住想笑 没想到她也是个有趣的拙 转头笑笑拍秦小小的头 别闹了 进去吧 随后又轻轻转头看向那个女孩子 你要不要一起进去 此话一出 当场人都愣住了 秦小小顿时有些着急 想要开口 我暗暗摇摇头 微笑着看向那个女孩 她很快红了眼眶 随即是叽叽喳喳的心理活动 这女主 难道不知道 我是来抢男主的吗 对坏人都这么好 傻不傻呀 真是 干嘛呀 干嘛呀 要用善良感化我吗 可我是插足者呀 你清醒一点啊 这是我们统统设定的 统一女主性格大 宿主不用太感动 屁 我明明之前看到她扇男主了 她还把男主抓进去了 她明显角色觉醒了好不好 难怪你抹杀不了她 她这种时候觉醒了 不应该手撕白莲花吗 惊分了 秦爷把她一把抓过去 皱着眉不知道说了什么 她又开始在心里呐喊 这什么男主啊 我真服了 系统你下次再挑这种弱智 我就打断你的声带 啊 啊 啊 凭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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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她是男主啊 哎 没有办法 早期网文都是这样的 宿主要加油啊 哼哼 还加油 我刷点任务我就跑了 这男主爱谁攻略攻略去吧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塑料袋子都没你能装 我捂着嘴有些想笑 好骂 打破僵持的是秦母 她看了眼那个女孩 淡淡开口 站在门口多不像话 都进去吧 直到我把礼物送给秦爷爷钱 我还能听到他在说话 刚才女主是不是笑了呀 还挺好看男主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我把礼物递给秦爷爷 同他寒暄了几句 他笑得带着皱纹 也一起开心起来 咱们郁郁一直是个好孩子啊 要是受了委屈 爷爷 我虽然一大把骨头了 但是替你撑撑腰 还是可以的 我笑着点点头 不得不说 秦家人比秦爷要有良心的多 这八年 多多少少跟他们接触 他们也对我愈发好了起来 跟秦爷爷寒暄过后 我找到了一旁早早等我的秦母 我甜甜叫了他一声 秦阿姨 他握住我的手 哎 阿姨在呢 怎么都瘦了呀 郁郁 我轻轻捂嘴笑了声 哪有 他叹了口气 真的瘦了好多 郁郁是不是又遇到什么 试了瘦这么多 没 没有 我表情不自然 躲躲闪闪 他眼睛一眯 谁欺负你了 是不是又是秦爷那臭小子 我连忙摆手 不是 不是 秦爷你就别问了 我怕说出来你不好做的 他有些疑惑 这京城有什么我不好做的 你放心大胆地说 我有些扭捏 一五一时把秦叔的事全说了出来 他听完先是表情有些愤怒 随即又心疼地摸摸我的脸 郁郁啊 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秦爷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秦爷他输的事 阿姨会绑你的 我笑着点点头 不委屈 我走在走廊上 高跟鞋踩出哒哒的声音 回响在走廊上 这边没人 刚才也看到他在这个方向 忽然一个肥腻的身体 一下子贴在我身上 湿热而带着一股恶心的酒气 吹向了我的耳朵 我猛一下拉开距离回头 才看清来人是谁 冷声道 秦叔 请你自重 他呵呵地笑了起来 油腻的嘴唇上下碰着 眼中贪婪的欲望 毫不掩饰打在我的腰上 他用肥腻的手指 浮上了我的肩膀 你不就是想绑上秦家吗 舔不到秦爷 叔叔帮你啊 只要 说着他黑黑笑了起来 想要碰我的腰 我一下躲开 笑道 秦叔难道不知道 我在白衣那边的分量吗 他应该已经找你说了什么吧 你还敢说这个 贱人 要不是你 我现在还能当我的总经理 你知道我一年能捞多少钱吗 我眼珠一转 当总经理 还能捞钱啊 秦叔这么厉害吗 他被这话满足了极大的虚荣心 眼神得意 带着罪意 也开始口不择言 一个月赚的钱 够养几百个你这样的小妞 老子可是有多人卖的 只要你跟了我 我就让你飞黄腾达怎么样 我眼眸低下 装作一副犹豫的样子 总经理的钱 怎么可能能赚那么多呀 我总财都没有这么多 你懂什么 十点手段 这钱不就来了 我惊讶地捂住嘴道 秦叔不会偷睡漏睡吧 光这样可不够 他油腻的手指 再次想要付上来 好了 小妞 跟你说了这么多了 快点来吧 嘿嘿 录音完成 证据到手 我打开事先准备好的电话铃声 装模作样地 边躲边接起电话 大声道 哎 白姨 怎么了 她一下愣在原地 两条眼缝恶狠狠盯着我 像是不满极了我的一而再再而三 我视若无睹 继续大声喊 什么 秦爷爷在找我啊 我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啊 不用不用 我马上就到 行吧 行吧 我在右边走廊这边 你过主客厅右手边那个就是 然后我又装无作样挂断了电话 很认真的语气中带了些歉意 秦叔 秦爷爷找我有事 我们先过去吧 等会再说 他的眼中满是怒意 在久的冲击下 甚至有些失了理智 冲过来就要抓我 你个贱人 是不是耍老子 给老子爽完再说 我本来就浑身戒备 看到他要抓我的趋势 我就打算跑 我的假发 秦叔看着手里的假发 他蒙圈了一会 随即是更大的份 瞪着眼睛 就要朝我再次冲来 我这回把腿就跑 边跑边喊 救命啊 有变态啊 没想到率先跑过来的是秦爷 他如一只护主的狗一般 冲秦叔姿 你追他干嘛 秦叔本来就不经常运动 上气不接下气 他 他偷我东西 不可能 比我先一步地出生的是秦爷 他把我护在身后 老子他都不偷 凭什么偷你的 说着他还有些委屈地看我 我装作没感受到他灼热的眼神 笑咪咪咪地向秦叔晃了晃我的手机 秦叔呀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了 你刚才的话 我全部都会给警察听听的 在里面要好好采缝刃机哦 他听了红血丝 秦叔爬满他的眼球 面目猙獰 突然抱起 想要抢我的手机 我闪身一躲 而秦也突然一下 把他打倒在地 然后秦也开始 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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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他的脸上 狠狠的 用力的 我在旁边静静看着他 他的神情癫狂而残忍 嘴角的弧度高高挂起 几圈下去 秦叔开始口吐鲜血 别 别打了 我 我要 死了 血溅到了他的脸上 长长的睫毛 如黑红的蝴蝶振翅一般 美丽动人 他很是满足 享受着秦叔的惨叫 浑身透露出一股诡异的愉悦 我站在旁观席 冷漠看着这一切 看着其他人匆匆跑过来 看着整个晚宴闹成一团 看着其他人疯狂尖叫 想要扯开秦也 看着他们的慌张 看着他们的恐惧 我居然也生起了一股诡异的愉悦 这不是秦家该的吗 忽然 一股清脆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哎呀呀 哎呀呀 打成这样 这男主病怎么又发了 太凶残了 太凶残了 我向发声员看去 一片飞色中我看见了一抹洁白 很亮眼的美丽 是异世界的美丽 我情不自禁向那边靠近 哎呀呀 哎呀呀 女主是不是吓傻了 怎么往我这边走过来了 啊 啊 啊 她不会是来找我报仇的吧 我很想告诉她 不是的 我想跟你做个朋友 我想知道 外面的世界 其他的世界 秦也被赶来的警察拖走了 秦叔也被拖着去了 整个秦家和晚宴都乱了 鸡飞狗跳 不过我都不在乎了 我跟着我眼中的那抹白一路 走出了秦家 我一直在默默听着她内心的话 很吵 但是很新奇 跟我接触的知识都不一样 她忍不住了 回头瞪着我 干嘛跟着我啊 我不抢你秦也了 行吧 我现在 跟你可无冤无仇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创造我的人是谁 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她表情瞬间变得惊悚 你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会生病了吧 边说她还在心中呼唤系统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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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你给我滚出来 她这什么意思 我上前一步 扶住了她的肩膀 以免她溜走 我都知道了 我是小说里的人 是不是 我都能听到 我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心声 从我们见面开始 她实话当场 然后头疼地按了按太阳穴 你先等会 我需要消化消化 我点点头 好的 她在心里狂喊系统 系统 系统 什么意思 你在搞什么飞机 她真能听到我说话 我 我能的 她 她的表情精益不定 却在心里问 那你复述一下我现在说的话 那你复述一下我现在说的话 系统 宿主 这 彤彤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我笑咪咪地说 你好 小系统 我也能听到你说的话哦 一人一统一瞬间进了声 她只能被迫接受这个事实 我 是攻略者 255号 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我马上就走了 你想知道什么 赶快问吧 我眨巴眨巴眼睛 再次问道 我想知道 创造我的人 和那个世界的一切 她头疼到 你不关心发病的那位吗 现在她应该很需要你 有病就治 我又不是医生 她竖了个大拇指 还是151时 把很多信息告诉了我 我从没接触过这种信息 我的世界观 好像摧毁后 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我感觉我的眼界 仿佛一瞬间开阔了 不再拘泥于眼前 这一小小天地了 你能不能暂时留下来 我的公司会越来越强大的 我会包养你的 你能不能每天 和我说说那些东西 她哑然失笑 你还能有钱过秦家 我很认真地点点头 就给我一年 我能的 她表情一言难尽 打着哈哈 我相信你 哈哈 加油 哈哈 实际上在心里 偷偷冒了个想法 尖见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去看望了秦也 我给了我自己一个下午 去处理秦也的事 该利用的也利用完了 该报复的也报复完了 也该散场了 再看到她时她 一脸不耐地坐在精神科里 做心理康复指导 她看到我的瞬间 表情亮了起来 一下子冲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没什么反应 只是在心里倒数三秒 然后把她推开 她瞬间委屈下去 可怜地揪住我的衣服 低下头 你来看我了吗 我一直在等你 我不任性了 好不好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淡淡地抽出自己的衣角 秦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会毫无底线地对你好 是为了什么 你心知肚明 她一瞬间红了眼 一下子捂住耳朵蹲下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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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奈地蹲下去 拿开她的手 秦也 你对我也只是依赖而已 换任何一个人 这样待在你身边十年 耐心温柔 对你你都会心动的 她愤怒地抬起头 恶狠狠地说 我不会 我冷笑了声 一下子把她扯起来 那好 我原谅你 然后呢 你敢接受我的爱吗 你当初怎么对我的 自己心里没点数 你自己敢让我又爱上你吗 她一瞬间声音颤抖 我不会 不会再那样了 真的 我吃笑了声 这话你自己听着信吗 你是什么人 我们都心知肚明 你只喜欢对你温柔 无底线的人 可同时 你会因为对方的无底线 而一次次想要去试探 那个底线 不是吗 她崩溃地蹲在地上 捂着耳朵 一遍遍说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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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得温柔 如同刚见面时 摸了摸蹲在地上 如同一只狗般的琴野 她抬起头 泪眼朦胧 想要抓住我的手 我冲她温柔地笑了笑 转身就走 不留一片衣角 一年间 我利用了与琴家和林业两大巨头的合作 不断膨胀公司 而同时 无数合作人闻着胃 纷纷赶来吃肉 我的公司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迅速壮大 当年的小秘书也成长为一个在大人物面前也能云淡风轻把握谈话节奏的人物了 再不见当年唯唯诺诺胆小的模样 每次我还要求225跟我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 她总是以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我 干嘛这么拼呢 你现在的钱已经够花好几辈子了 我只是温柔地笑 以防下次缺钱的时候被人把握命脉 她只是复杂地看眼我 然后再把她的那些奇妙的故事告诉我 在她口中我见识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东西 我也从其中得到了很多奇妙的灵感 林业每次看到我提出的新方案 都会以一种欣赏的眼神看着我 真不知道你这脑子怎么长的 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方案 我眼看着她的眼神 逐渐从当初的新奇 感兴趣到欣赏 敬佩 我是很满意的 我笑着伸出手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番外 225要走了 她讲完了她的故事 我听完了她的故事 她临走前笑着抱了我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主 我也笑着抱了她 你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人 我问了我心中的疑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拖着头思考了会 有了名字就会产生感情 我不想你伤心 那你呢 不会伤心吗 她笑得很坦然 伤心啊 但是我们穿越者 本就是世间的过客 习惯了就好了 我不免有些悲伤 她看出来了 很认真的拖住了我的脸 你知道吗 我是第二次看到角色觉醒的人 你是第一个主角角色觉醒 剧情的力量无比强大 尤其是针对主要人物 有的时候连我都会被影响 但是你做到了 你控制了自己的人生 白玉 你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你很聪明 我不希望你因为一个注定的过客 而产生的感情 绊住脚 我希望你能延续这份奇迹 好吗 我点了点头 嘟了嘟嘴 我知道了 她笑了笑 最后抱了我一下 随后就轻轻地走了 只留下一只白色的枝子花 结婚三周年这天 我收到了前男友的一条祝福信息 她祝贺我婚姻生活 步入第三个年头 在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之前 她又发送了一幅图像 图中展示了我的丈夫 与另一位女性交换结婚戒指的场景 今日是我与周知南共同走过的第三个结婚纪念日 为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选择了她最钟爱的黑色旗袍 并精心梳了一个漂亮的发型 我亲手准备了她最爱的美食 餐桌上摆放着我为她准备的礼物 随着约好的时间越来越近 我却始终联系不上周知南 当我打算再次尝试拨打电话时 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 是我的前男友发来的 宋瑶瑶 祝你婚姻三周年快乐 我手中的手机瞬间变得沉重 我们上一次联系 还是在我与周知南的婚礼之日 正当我打算感谢她时 她又发送了一张图片 在婚案的礼堂内 周知南身着白色西装 与我们婚礼当天她所穿的一样 她面前站着一位女性 我认得她 周知南的初恋 白之威 白之威穿着一件华丽的婚纱 与我婚礼当天的装扮如出一辙 而我的丈夫 正与另一位女性交换着戒指 我的瞳孔骤然缩小 呼吸也急促起来 紧接着我感到一阵强烈的胃部不适 我放下手机 快速走向洗手间 开始干呕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 前男友又发来了一条信息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发错了 宋瑶瑶 千万不要误解啊 我尽力保持冷静 叫来了家中的管家 先生今天说过几点回家吗 周知南的日常安排 那位管理家务的先生甚至比我本人还要了解透彻 我细致地分析他的神色 试图揣摩他是否掌握了周知南今天的去向 不出所料 他的目光犹疑不定 开口回答时 显得吞吞吐吐吐 夫人 先生刚才通了电话 说因紧急公务要去出差 此刻恐怕已经在航班上了 我苦笑一声 三年婚姻生活里 除了被称作夫人 似乎我一直未能真正融入这个家庭 原来如此 难怪我打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看到我并未深究 仅是轻松回应 那位管家显然松了一口气 夫人 请您先进餐 我轻轻点头 表示同意 接着在他的注视下 我将精心准备的晚餐 全数倒入垃圾桶内 我轻巧地取走了摆放好的礼品 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打开了与前男友的聊天记录 我故意忽视了前男友似有似无的讥讽 点击查看那张图片 照片中 周知南和白之威的脸上 溢满了幸福的笑意 而我只能强忍 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楚与尴尬 那个礼堂我认得 当初讨论婚礼细节时 我曾向周知南提出希望 在那里举行我们的婚礼 他拒绝了我 他表示 那礼堂过于狭小 并不如豪华宴会厅显得体面 我拨打了工作室的电话 宋总 您的婚纱 昨天被您的丈夫取走了 宋总 先生提到他已经和您沟通过了 宋总 您在听吗 工作室的员工还在报告其他事宜 但我只感觉一阵气血沸腾 下腹剧烈疼痛 我难以分辨电话里的声音 只得含糊地应了一声 便挂断了通话 我的丈夫悄悄地借出了我的结婚礼服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第三个纪念日 他竟与他的初恋情人秘密定下了终身 这一幕恰好被我的前男友目睹 我被羞耻 无助和痛苦的情绪所包围 无力地坐在地上 不久 我最好的朋友秦暖打来了电话 我急切地接起电话 仿佛看到了救援的希望 电话另一端的喧嚣音乐 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 瑶瑶 祝你结婚三周年快乐 那个 周知南看到你的惊喜反应如何 你得小心一点 这种状态下你可不能 喂 瑶瑶 你听见了吗 热泪如滚烫的雨点滑落脸庞 打湿了地面 我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秦暖感觉到了我的异常 很快 电话那头的嘈杂声渐渐远去 秦暖的声音也变得清晰 瑶瑶 出什么事了 瑶瑶 别急 我马上过去 地址是人民路828号 对吧 我猛然惊醒 想起白之威的生日 是8月28日 秦暖来到我家时 我已经打包好了我的行李 我随手拿了一些衣物 和所有重要的证件 秦暖看到我的泪眼 和空荡的别墅 默默无言 然而 看到我拖着行李箱 管家显得很为难 他说道 太太 先生有吩咐 请您在家等他 等他回来 我预感接下来的几日 他恐怕不会踏入这个家的门槛 换句话说 即便我尝试联系他 他似乎也不太可能 给予我任何回应 别担心 我会跟他好好解释的 我勉强地微笑 手挽着秦暖 一同不出了家门 整个路程 我都没说一句话 秦暖在反复查看 我和前男友的聊天记录 那记录里 只有几个简单的字 他时而放大屏幕 时而缩小 几乎要把那张照片上的 每一个细节都看透 直到汽车安静地 停在秦暖家的门前 一看到那熟悉的景象 我紧绷的情绪 终于得到了些许缓解 看到我脸色略有好转 秦暖这才开口说话 考虑到我对周知南的情感 他首先把愤怒 发泄在了我的前男友身上 哼 陈一安这么多年了 还是那么下作 我看嘛 谁会半夜 跑到礼堂 还恰好碰到这种事 这分明就是陈一安故意的 我忍不住笑了 陈一安是否有意为之 我并不清楚 但他显然是故意的 小暖 明天陪我去医院好吗 我蜷缩在沙发上 手中握着 今天本该送给周知南的礼物 那是我的孕检报告 没错 我怀孕了 昨天周知南去挑选婚纱时 我在医院与秦暖一同欢喜地拥抱 秦暖的眼神显得十分复杂 开始是惊讶 遗憾 最后变成了满眼的泪水 瑶瑶 如果你感到悲伤 尽情地哭吧 还没等我哭泣 秦暖的泪水已经先一步 滴落在他抱着的双膝上 我轻轻摇头 轻柔地为他是去眼角的泪住 自那一天离家出走 我心中已有所觉悟 我内心深感 坚定地选择过去三年不生育是正确的 我甚至想亲自向陈一安表达谢意 他不经意的失误似乎恰到好处 离开医院 我决定暂停了我工作室的所有活动 并给所有同事发放了带薪假期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紧挨着秦暖的家 他关切我的刚动过手术的身体 在我旁边守护了三天三夜 这段时间 一切都如我预料的那样 周知南没有联系我 既无电话也无消息 我联系了律师 准备了离婚协议书 婚内不中 他理应一无所有的离开 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 我一概不愿触碰 在我坚持下 律师虽然疑惑 但还是按照我的意愿 修改了协议 除了婚纱工作室外 其他所有资产 全都化给了周知南 婚纱工作室 是我婚前注册的 周知南后来 投入了双倍的启动资金 这些年来的所有盈利分红 也都照比例 定时转入他的账户 我把他当初 投入的那部分资金 全部转给了周知南 至此 我们之间的纠葛 终于画上了句号 一个星期后 我再次见到了周知南 他手持离婚协议书 站在我的门前 神情显得不耐烦 宋瑶瑶 你到底又在搞什么 他的手紧握着文件 仿佛下一秒 就会愤怒地举起 紧接着 他带着不悦的语气质问我 我叫你在家里等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感受到一种本能的警觉 我本能地向后挪动了一步 以此与他保持了一定的空间 我的心脏强烈地跳动着 就像战鼓在急促地敲打 我甚至无法分辨 自己是因为心痛 恐惧 还是其他复杂的情感 我并没有制造任何麻烦 事实如此 我们应该离婚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 我们重逢的情景 还有 当我向他提出离婚时 他可能无法掩饰的欣喜表情 果不其然 他一瞬间地愣神过后 嘴角轻微地上扬 宋瑶瑶 你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吗 还是你认为 我的爱能让你为所欲为 甚至用离婚来威胁我 我嘴唇微张 却没能说出话来 跟我回家 他的声音越来越坚定 紧紧握住我的手腕 仿佛要将我拉走一般 我手腕上很快显现出红色的痕迹 之前积攒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部涌出 眼泪不禁滚滚而下 周知南 放手 我要求离婚 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气不成声地呼喊 周知南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眼神逐渐充满阴沉 她放开我的手 走向一边的垃圾桶 用力踢了几下 然后把手中的离婚协议书撕成碎片 宋瑶瑶 是你当初决定嫁给我的 现在想要离婚 没门 秦暖赶来时 我正靠在沙发上休息 我带着倩意看着她 小暖 我跟你说了 我没事的 这几天 秦暖明显瘦了一圈 她白天忙于工作 晚上还要照顾我 陪我聊天 生怕我想不开 我握紧了她的手 轻轻地把头 移在她的肩上 暖暖 你觉得这是因果循环吗 或许真的是因果循环 三年前 为了逃离陈一安的纠缠 我迅速与周知南结婚 当时 周知南也刚与她的初恋情人 结束了关系 我似乎是在她脆弱时刻出现 我们的婚姻 更像是互利互惠 周知南作为周氏集团的掌门人 她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陈一安 这样的身份 足以让陈一安退缩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婚后 周知南删除了所有 与初恋相关的记忆 包括她的物品 也一并清除 正当我打算删除 陈一安的联系方式时 周知南制止了我 所以这些年来 前男友的微信 一直留在我的联系人名单中 我记得周知南 曾深情地对我说 他付了那么多的礼金 我们不能占他的便宜 将来要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我们常开玩笑说 我们赶上了先婚后爱的潮流 三年来 我以为他已经忘记了初恋 我也真心以为我们相爱了 瑶瑶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瑶瑶 就算真的是因果报应 也应该是周知南这个无情人承受 尽管当初你们匆忙结婚 但这三年你已经付出了很多 秦暖认真地调整我的肩膀 一字一句地说 宋瑶瑶 是周知南亏欠了你 连续两个月 周知南没有再联系我 我派人送去的离婚协议 也都被原样退回 我的日常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仿佛生命重新启航 工作室重新开张 我再次站在熟悉的工作台旁 工作室的团队和我一同打拼的伙伴们 都对我的归来感到振奋 尽管偶尔听到一些 对我不太熟悉的人在背后窃窃私语 实际上 自从结婚第二年起 我就很少踏足工作室 周知南对我参与某些活动不太满意 他更希望每当他回到家时 我都能在那里 幸运的是 工作室已经步入正轨 因此我通常只在重要场合露面 现在 我几乎天天都在工作室 听到一些流言蜚语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白之威竟然来访了 他坐在接待室里 显得高傲而自信 手指不规律地在桌面敲击 目光在四处寻视 在接待室门外 我的助理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眉头紧锁 我正好经过接待室外 看到了这一幕 便用询问的目光看向了助理 宋总 这位小姐坚持要见您 我们已经告诉她 没有预约的情况下 您通常不会接见任何人 我点头示意助理继续忙碌 然后推开了接待室的门 白之威看到我时 似乎有些意外 您好 我是宋瑶瑶 我礼貌地向白之威伸出手 致以问候 我知道 白之威淡淡地回应了三个字后 便再无其他言语 我缓缓地将手收回 我猜想她来此或是为了炫耀 或是想施加压力 接待室内的氛围 变得有些僵硬 正当我准备打破沉默时 白之威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我立刻起身 准备离开接待室 白之威打来的电话 你确定不愿意接吗 我的身体刚转向门口 却突然僵住了 这两个月 他们的关系显然发展得飞快 不 更确切地说 他们重拾就好 请敢再度升温 不用了 我让白之威独自留在接待室 却意外地在停车场 再次遇见了她 她此刻的神态 和之前在接待室时 截然不同 她的眼中闪烁着强烈的敌视 宋瑶瑶 事情总得按顺序来对吧 你已经夺走知南哥三年的时间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你这是无耻至极 我目睹她愤怒地质问我 一时竟感到茫然 谁先谁后 夺走三年 我的脑海中一片混乱 我从包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白小姐 我已向周知南提出离婚 我尝试多次将离婚协议寄给她 却都被退回 可能是周氏集团的前台出了些差错 请您帮忙转交这份协议 白之威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但在看到离婚协议内容后 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你终于明白了 她说完 高跟鞋发出响亮的声音 转身离去 我回到工作室 目光落在周知南 曾送回的那件婚纱上 陷入了沉思 助理小心地把婚纱放入礼盒 并按我的指示送往了周氏集团 我想 我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我和周知南办理离婚手续的那一天 白之威也出现了 是的 她的初恋早已回归 留住我又有何意义 在我面前 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的白之威 给了我一个点头和微笑 我回忆感激的话语 周知南的脸上 毫无情感地波动可见 我习以为常地试图揣测她的心思 想知道她在意识到 我知道她的不忠行为后 是否感到一点点的愧疚 或者 她是否感到了某种解脱 在我们处理离婚手续的时候 白之威回到了她的车里 两年前 白之威开始她的表演生涯 迅速登上热搜榜首 成为一名受欢迎的顶级女明星 即便她很想亲眼见证 我们的离婚手续完成 她也不能公然走进民政局 当然 除非她和周知南之后 正式公开他们的关系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按照标准流程 要求我们提供相关文件和证明 周知南在整个过程中非常配合 我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我一直担心 会有什么突发情况 直到我们分别递上了 两份不同的离婚协议书 请确保协议达成一致 才能继续办理手续 工作人员耐心地检查了两份协议 然后用些许惊讶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意外地发现 周知南带来的离婚协议 和我给白之威的不尽相同 他决定把周市集团 51%的股份转让给我 我感到惊讶 手中紧握的协议书都开始变形 如果你们还没有达成一致 可以先离开 我准备叫下一位客户了 工作人员微笑着提醒我们 我感到一丝急切 目光转向周知南 终于到了这一步 只要度过冷静期 我就可以彻底退出这场闹剧 就用这份吧 我把自己准备的离婚协议书 推到周知南面前 示意他快点签字 这一刻 他脸上的情绪 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他的话语中的冷漠 令我想起那天他站立在我家门前的场景 同样毫无商量的余地 宋瑶瑶 你要三思而行 我一旦走出这扇门 你就别再提起离婚这件事了 在协议签署的次日 我终于能够享受一次难得的悠长睡眠 结婚三年以来 我差不多每日都在早晨六点准时醒来 我不仅为周知南准备好他当天要穿的衣服 还亲自做好早饭 自从提出离婚 由于手续迟迟未能完成 我夜夜辗转难眠 我伸手从枕头旁边拿起手机 发现勤暖打来的十几个未接来电 和超过九十九条的未读信息 我迅速翻看信息 从一连串抱怨周知南的消息中 我找出了重要的信息 周知南已经和白之威定了婚 我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然后起床 离家去上班 毕竟他们是在离婚冷静期间宣布订婚 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 我原以为 今天会和过去两个月的每一天一样 然而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仍然低估了网友们围观的力量 以及八卦媒体夸大事实的本领 我的工作室门口聚集了众多记者 我的助理一边擦汗 一边大声呼吁不要采访 记者们的声势愈发浩大 不一会儿便吸引了众多路人前来围观 我想起了 今天秦暖特意提醒我不要查看微博 我打开了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的微博 私信消息如潮水般涌来 手机提示音不停地响个不停 有三个异常热门的话题 榜上有名 挂在了热搜前三 而令我惊讶的是 这三个话题中 两个都与我的名字有关 景浩周氏集团掌门人 向著名演员白之威求婚成功 景浩 景浩周氏集团掌门人的前妻宋瑶瑶 景浩 景浩设计师宋瑶瑶 与炙手可热的白之威 谁才是第三者 景浩 秦暖是带我离开现场的 我的手机铃声似乎过于响亮 或许是某位敏锐的记者注意到了我 就在无数麦克风对准我 八卦记者急切且直白地提问的那一刻 我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宋小姐 您了解周先生与白小姐订婚的消息吗 宋小姐 您是什么时候与周先生结束婚姻的 宋小姐 您与周先生是有好分手吗 宋小姐 网络上有传您介入周先生和白小姐的关系 您对此有何看法 宋小姐 白小姐不久前访问了您的设计工作室 您知道吗 我深呼吸 努力从刚才的情境中抽身而出 秦暖焦急的眼泪直流 我的手机不断响起 客户 亲友 以及各种陌生电话不断 秦暖敏捷地将我的手机关机 并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随后接起了他的电话 他一边安排家中保姆照顾我 一边愤怒地走进书房 我隐约听到他在谈论撤下热搜 查明真相 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才让急促的心跳平静下来 而秦暖的电话却是络绎不绝 我略带担忧地走到书房门口 轻轻敲了两下 小暖 我能进来吗 书房内的谈话声突然停止 秦暖的愤怒之语 我清楚地听到了 陈一安 别以为你能逃脱 网上对我被记者包围的新闻 迅速蔓延 众多不了解真相的网友 似乎在对我和白之威 进行毫无区别的抨击 直至周氏集团 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声明 前配偶 而非未婚伴侣 未曾干涉他人感情 这短短一句话 再次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秦暖的怒火达到了极点 他买新手机的速度 甚至赶不上他摔手机的频率 再次 我在热搜前三 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警号霸道总裁的交期 彻底锁定我 警号 警号宋瑶瑶 第三者 警号 警号州市集团正式声明 宋瑶瑶涉嫌干预婚姻 警号 不断地舆论压力 使得我的工作室所有活动 不得不暂时停止 那些等待一年的客户 纷纷选择解约 根据合同 支付了工作室 巨额违约金 长期与我合作的供应商 也发送了终止合作的通知 在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我给所有员工 发送了解聘信 在法定赔偿的基础上 增加了赔偿 我是一名婚纱设计师 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是我大学时代的梦想 在三年的时间里 我经历了从拥有到失去的过程 深夜 我在江边无目的地行走 希望晚风能驱散心中 那些难以化解的哀伤 宋瑶瑶 一道熟悉的男生 在我身后响起 我本能地转头 脚步顿时停滞 陈亦安 那个揭露我婚姻真相的前男友 啊 真的是你 陈亦安快速走到我面前 仿佛害怕我下一秒就会逃跑 我把沮丧的心情收起来 勉强露出一个比哭还要尴尬的笑脸 真是好久不见呢 我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 感谢你 我的前任 秦暖来找我时 用严厉的眼神盯着陈亦安 如果不是我制止他 他可能已经跑上去痛打他一顿了 回想起三年前我结婚那天 陈亦安在酒店门口想要羞辱我 秦暖也是这样把他压倒在地 严厉地警告他 我轻轻摇动秦暖的手臂 暗示他我们该回家了 男人们 别靠近我们摇摇 如果我再见到你 每次见一次打一次 秦暖说完这些话 迅速带我回到了酒店 这几天 我的家和他的家 都受到了白之威忠实粉丝的骚扰 墙上涂满了红色油漆斜的小三字样 门口的快递堆积如山 不难猜测 这些快递里可能 都是些什么恶心的东西 秦暖不但报了警 还把这些粉丝的行为公之于众 随着公安调查的消息逐渐传开 那些还想继续捣乱的人 渐渐打消了念头 姚姚 陈亦安和白之威是同一伙的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秦暖把他查到的信息 摊在我面前 我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或反对 只是点了点头 在大学毕业前 我和陈亦安分手了 他缠着我整整两年 直到我和周知南结婚 在我的婚礼那天 他当着周知南的面 给了我一笔不小的钱 声称是这些年陪他睡觉的费用 加上红包 从资料来看 陈亦安在我们分手后的五年里 似乎并没有过得很好 他依旧沉迷于赌博的泥潭 债台高筑 背负了一大笔债务 为了筹措资金 他接受了白之威的提议 偷偷录制了周知南 和他交换结婚戒指的情景 并将视频发送给我 老实说 我对陈亦安颇有感激之情 因为他的行为 让我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我站在窗户旁 凝视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苦笑着自嘲 小暖 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周知南默认的吗 秦暖被他的父母召回了祖居 我也受到了邀请 我和秦暖在大学时 是同班同学和室友 我靠着打工学习自力更生 而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 他无法忍受陈亦安 用甜言蜜语欺骗我 骗取我辛苦赚来的奖学金和工资 于是找到机会 揭露了陈亦安的谎言 陈亦安不敢对秦暖怎样 只能纠缠我 要求我给他钱 在我工作的地方大闹一番 秦暖已经不知道 为我解围多少次了 这次 我又给他带来了麻烦 秦家的老房子位于郊外 我们抵达时 已是傍晚七点左右 他的父母看到我时 眼神中满是关切 瑶瑶 快过来 这么晚叫你过来 你吃饭了吗 听小暖说 你最近身体不适 我特别让厨房 准备了一些滋补的食物 快 赶紧坐下来吃饭 我内心感受到一丝温暖 仿佛最近所有的委屈 都即将烟消云散 饭后 我和秦暖 进入了他父亲的书房 事件已经闹得这么大 如此尴尬 即便秦暖想要隐瞒 也无法遮掩 秦叔叔轻轻地叹息 温和地表示 摇摇 无论你选择什么 叔叔都会在你身后支持 但是 叔叔想你明白一点 不论面对什么状况 你自身的幸福和安宁最为关键 这么多年来 叔叔和阿姨将你视如己出 今天叔叔以父亲的身份想对你说 你是被爱护和宠溺的孩子 我们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孩子遭受不公 在冷静期将要结束的前三天 周知南显眼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他的表情像那天办理离婚程序时一样 没有流露任何感情 直播场景中 记者们急切地向他连连提问 周先生 您能告诉我们 您和白芝威小姐 何时会举行婚礼吗 周先生 婚礼是在国内举行 还是选择海外 周先生 婚后您会继续支持 白小姐的演艺事业吗 周先生 您和宋瑶瑶宋小姐 真的已经离婚了吗 这个问题立刻让现场的喧嚣 变为一片寂静 我意识到 秦南已经开始为我反击 手中的笔仍在绘制婚纱的设计 但我的思绪已经飘到了电视上 我很好奇 周知南将如何回应 毕竟 我曾经只是去了工作时 他就显得不悦 秦南一边慢慢品尝着冰淇淋 含糊不清地说道 瑶瑶 我准备发起猛攻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正要回答 这时电视里沉默许久的周知南 终于开口了 我作为周氏集团的代表 对社会发出了郑重的道歉声明 由于我们公司在管理上的疏漏 导致官方微博遭到不当登陆 并发布信息 这不仅占用了公共资源 还对宋瑶瑶女士和白之威女士 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责任 最终 我必须郑重宣布 宋瑶瑶女士是我的合法配偶 也就是周知南的妻子 我们目前的关系非常稳定 没有任何离婚的打算 感谢大家的关心 周知南直播中的澄清 让我感到意外且无法应对 秦暖甚至因为气愤 而忍不住笑了出来 周知南这家伙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当你被人指责为第三者时 他在哪里 当你遭受油漆攻击 和老鼠扔制时 他又在做什么 当你被迫关闭工作室时 他又在哪里 真是的 我感到无力 靠在椅背上 双手无力地垂在两侧 无法开口说话 只差三天 一切就能结束了 我的心理防线 已经完全崩溃 我的手机屏幕不断地亮起 周知南的电话 接二连三地打来 秦暖一直在挂断电话 我已经忍受了近一个月的网络暴露 我甚至能够承受网友的 无端谩骂和诽谤 但我真的无法忍受周知南整洁地说 我是他的合法妻子 我们感情稳定的那些废话 一个小时后 白之威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失去了初次见面时的那种精致感 我轻轻侧身 让他进了门 他的经纪人跟在后面 摇头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目前的我实在没有心情 也无法集中精力去应对他 秦暖静静地站在我旁边 眼里满是警惕 宋瑶瑶 绝对是你这个卑鄙的人 在背后搞鬼吧 白之威 你要是连话都说不清楚 那就闭嘴 白之威冲着我大声斥责 秦暖则严厉地反驳了他 我抱以秦暖一个感激的眼神 宋瑶瑶 周氏集团的51%股份 已经归你所有 为何你还要与我争夺周知南 我如今一无所有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 你知道我们已经订了婚 对吗 我们差一点就能在一起了 白之威离开后 我才明白 秦叔所说的绝不让自家孩子 受到一点委屈真正的含义 白之威无法承受秦家的报复 他主演的所有影视作品都被撤资 他代言的所有产品都被下架 他本人也被永久地冻结了事业 秦家拥有足够的资本和力量 去对付白之威 而周知南再次对此默不作声 仅仅为了保一个一人的饭碗 我相信周知南如果愿意 定能做到 我开始怀疑这些年来 我对周知南的了解是否真的准确 秦暖把手机递给我 周知南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姚姚 我错了 请你回家 我当面向你解释 姚姚 事情并非你所想 我和薇薇真的没什么 姚姚 我已经在直播中澄清了 你能原谅我吗 姚姚 请你回来 真是恶心透顶 秦暖的面容因强烈的情绪而扭曲 他发出了他的观点 随即挂断了电话 在垃圾桶边跪下 开始呕吐 我感到一切应该有个结局 对于曾经道貌黯然的他 我甚至有些好奇他会说些什么荒诞的话 于是我安排了第二天与周知南见面谈话 但他却选择了在自己家里见面 地址是人民路828号 秦暖挥动着拳头鼓励我 姚姚 去吧 不要畏缩 他说 按照法律来说 那座别墅应该属于你 我点头同意 19号那天早上 我来到了别墅前 我刚刚按响门铃 周知南就迅速地开门迎接 我还没来得及进门 白之威就慢慢地从二楼穿着睡衣走下来 秦暖紧紧握住我的手 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 我并不介意这些 只是感觉今天的对话 可能会更加顺利 姚姚姐 你来了 快进来吧 白之威跑了几步 拉着我的手直接带我去了客厅 在客厅里 我和秦暖坐在一起 白之威和周知南坐在另一边 周知南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歉意 白之威满脸幸福地看着我 他的手缓缓移到了自己的小腹上 姚姚姐 今天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他说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怀孕了 知南哥说 等你们明天正式离婚后 他就会和我登记结婚 姚姚姐 真的很感激你 这三年里我不在知南哥身边 多亏有你照顾他 白之威说得越来越得意 禽暖气地咬紧牙关 仿佛想要撕裂他的嘴巴 我的内心从未如此平静过 周太太 真是太棒了 实在抱歉 这次来得太急 没有为你们准备任何礼品 但我保证会在下次相见时补偿你们 周先生 别忘了 明日早晨九点半 我们在民政局见面 我就此告辞 愿你们一切顺利 我坚定地把秦暖带出了豪华别墅 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 我想 这可能就是摆脱重担后的那种轻松感吧 只需明日完成所有手续 我就能重新开始新生活 我真没想到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取得离婚证明 为了庆祝逃离苦难 我和秦暖找了一间酒吧小座 计划畅饮几杯 然而 四周不断有人议论我 声音越来越大 接着开始明目张胆地指责我 我和秦暖对望了一眼 决定立刻离开 在短短一个月内 我竟然成了热搜常客 我的人气甚至超过了那些顶级流量明星 警号宋瑶瑶 插足事件真相警号 警号宋瑶瑶 威胁自杀或周氏集团51%股份警号 警号宋瑶瑶 使白之威险些流产警号 我的微博粉丝数 急剧上升 从1万到10万 再到100万 周知南和白之威的粉丝 开始联合起来 向我寻求解释 情感博主纷纷联系我 想了解我是如何成功攀登到社会顶层的 财经专家们也对我表示出兴趣 希望讨论如何处理那51%的股权 连经纪公司和直播平台都想借我的热度提升自己 我的过去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切都被彻底揭露 原来他是孤儿 难怪这么渴望得到爱 竟然沦落为小三 他的亲生父母 要是能看到他现在 不知会做何感想 竟然有人厚颜无耻到像霸总索要股份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他不仅诱惑霸总 还和他的前男友关系暧昧不明 真是让人作偶 彻头彻尾的恶心 我们的微微心地善良 还耐心和他讨论问题 如果是我 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霸总对微微的宠爱 真是没话说 连买的房子的门牌号 都是微微的生日呢 我坐在车内 轻轻地拿着手机 淡然地浏览着网上的各种评论 秦暖则是气得浑身发抖 迅速拿起电话 熟练地开始拨号 准备通知有关方面 我微笑着从他手中夺过电话 对他摇了摇头 小暖 不用麻烦你叔叔了 让我来处理吧 我向来不习惯删除通讯记录 即便是换新手机 我也会选择把记录转移过去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这种习惯显得尤为重要 我仔细整理了自己与周知南和陈一安的聊天记录 秦暖也拿出了我亲手给他的婚礼请柬 这三年与周知南的点滴记忆 我挑选了一些关键的保存了下来 包括结婚证 离婚证 两份离婚协议书 还有我的怀孕检查报告和流产手术证明 5月12点 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见 几乎在同一时间 周氏集团发布了两份声明 确实已经离婚 这是真爱 网友们追热点的速度 甚至赶不上热搜词条的更新速度 锦号宋瑶瑶 明天见锦号 锦号宋瑶瑶 离婚锦号 锦号周知南 白之威 是真爱锦号 在目睹我关于的文章迅速攀升至榜首后 我兴奋地亲吻了秦暖的脸颊 资本家们真是太坏了 秦暖轻松地耸了耸肩 笑道 钱能办大事 不过我爸爸是那种做好事的资本家 我们俩全缩在沙发上 笑声不断 第二天下午 我和秦暖将启程进行一次环球之旅 自毕业以来的五年 前两年 我忙于摆脱前男友的纠缠 接下来的三年 则在努力讨好前夫 早上九点三十分 我把前一天公正的股份转让文件 交给了宋建源 我在三顶主 确保他亲自将文件递交给周知南 早上十点 我发布并置顶了 早已在微博草稿箱编辑好的声明 三年的婚姻 彼此取所需后 各自独立 心满意足 我公开了所有的照片 包括白之威穿着我设计的婚纱 与周知南交换戒指的那张 那件婚纱是我亲手制作的 曾在国际著名的婚纱展上展出 看到秦叔叔迅速转发我的帖子 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但读完他的复言后 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大声哭泣起来 十点 宋建源按照我的吩咐 准时开启了直播 全程直播了送文件的过程 当然 直播的链接我也发在了微博上 可能是因为紧张 直播中的画面有些颤抖 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周知南脸色阴沉如墨 旁边的白之威泪流满面 宋建源兴奋地走进 周氏集团总裁的办公室 周先生 宋小姐让我转交这份股权转让书给您 他还让我传话 祝您和白小姐白头偕老 从那天起 我就卸载了微博 在我旅行期间 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 听说 在我澄清的那天 微博直接瘫痪了 听说那几天 我的名字一直挂在热搜上 听说周知南迫使白之威做了流产 听说周氏集团的股价暴跌 我的手机不停地收到未读消息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 陈一安给我发来道歉的消息 周知南也发来了道歉 但何须道歉呢 人生本就没有白走的路 这只是在提醒我 下次选男人要更加擦亮眼睛 其实通过来了